今次想讲讲施朗的公关手段 先看这张照片 一队主力去踢马体会那场球的时候 施朗就留在卡林顿和一班年轻队友操练 在他的社交媒体铺了这张合照 有网民说施朗站到这么开 跟年轻人有点隔膜 我就这样看 始终施朗都是队中的巨星 要保持着大哥的身份 不可以玩得太迷 或者这张照片是交功课居多 告诉大家他有练球 还是球队的一分子 因为这宗转会要求 转会的新闻 拖得越久 马联球迷对施朗的印象就会越来越差 越来越厌惡 由最初大家祝福他 变成现在普遍都叫他快点走 施朗到球场的时候 又不断为球迷签名 这些举动都是想修补一下关系 因为平时大家都知道 施朗在球场附近 在开赛前很少在留 停下在签名 其实这件事 施朗和他的经理人 文迪斯都有很大的责任 如果当初不是 十拿九稳的话 何必这么高调说要走 曼联主场对华力简劳长 新帅坦克上任后 第一次在奥脱福领军 踢过马体会的那场正选 今场就全部休息 施朗终于迎来新球季第一场的热身赛 马体尼斯第一次正选 和队长华拉尼拍档握手中路 大家可能有点奇怪 如何队长的秘装交给华拉尼 而不是给施朗 明白的 施朗今场只有一脚的攻门 在12分钟射高了 他在半场就被换出 小藏迪瓦路入堤 也是憑着他入球 为曼联领先 不过最终两队这场球就踢成1比1 季前赛的六场里面 曼联的成绩是三胜两合一负 曼切斯特晚布比斯朗 今场表现有6分 正选出场的艾力臣也是6分 他的加盟在近两场的见到 始终见到一定的作用 相信会得到一定的重用 马天尼斯就得到全队最高的7分 在这班球员当中中达希 相信就很难在一队就找到的位置了 可以借走的话就走了 曼联新球季第一场联赛8月7日主场对白利顿